哈囉大家好我是屈尼堂 我們現在要來簡單講一下就是 台港澳剛剛釋放出的新資訊 這次的話是6月25號呢 禮拜四的晚上8點呢 會有news的中華編點史新章的直播 那又是共恭喜幾寶 這個再次在寫上裡面了 那這次的話有一個特別的活動叫做直播點點名 那就是如果填下面的指定表單呢 然後就有機會去抽取這個限定稱號啊 還有海外的花特集 以及一週年限定不可卷 還有二週年的紀念貼紙 那這部分的話就是抽獎 然後這是一些絕版紀念周邊啦 所以我還真的沒有 有些我還真的沒有 就是大家有興趣的話也歡迎去 趕快去寫一寫去抽抽看 然後這一次的話也是有 也是有這個觀看人數企劃 那破1800人的話 最多是可以拿到齊克金石的 直播時間是在6月25號的8點開始 然後也有這種抽留言的嘛 那一樣也是100顆5個 大概是這樣 那這一次的話 應該重點就是在這個角色上面啦 那這個角色的話 目前目前現在大部分的人 都是才第一個就是 顫換新裝 不然就是我們的等很久的魚 那我自己我自己還是 應該是順的可能性比較高啦 第一個就是我們看看下面這個C技 既成諸位先帝之志 然後站在最前線捨我起誰 這都是順之前的 在原版的綠屬性的那個版本裡面的一些台詞 所以目前看起來應該會是順的新裝 然後目前來說 FB也已經有人把那個顏色 調顏色了 然後就是調亮度之類的 然後已經也看得出輪廊應該80%的可能性是順 那我在這邊也是猜應該就是順啦 那魚的可能性我覺得比較低一些些 應該魚應該會是下個片障 那我在這邊猜如果如果又是順 我在猜啦又有可能我們又要再回到過去一次 那可能就是不同的時間 就是距離上一次共工的第一次登場呢 再後面一點點 因為在正史上呢 其實原本的歷史上 傳說上應該也算是順呢 平定了共工 順平四齋 這共工的話也是其中一齋 這部分的話這個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所以我在猜應該就是順了 那就是大概簡單也是講一下我猜測 然後順便講一下這次的新資料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就按個訂閱 按個喜歡幫我分享出去 今天就這樣說掰掰 沒有啊 优优优狐かな 嗅 滿多餐 人 嗅 ems